請合掌 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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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掌 上個禮拜我們探究到這一個火大 七大當中的這個火大 仍然不忘要提醒我們在做諸位居士 不要忘記了 我們現在所談的七大是指如來葬中 是指如來葬中的這個七大 如來葬中的七大 如來葬是真空離體所限的七大 也是以真空離體為體 所以如來葬中的七大 我們都稱為真大 不是說有真的跟假的 不是這個意思 尤其說是真空離體的離體中的這個七大 那現在呢 我們呢 各位居士都已經了悟了 我們在探究能源經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開會的能源成佛的畫畫 所以你在這個法藝上面 你們在探究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這個能源經裡面 這個七大當中 都有隨眾身心應所之量 尋諦發現這十二個字 這個十二個字當中 也許在各個七大當中 它有稍稍不同角度的詮釋 但是都是符合佛意 尤其是我們今天在探究的這個493頁 為什麼上個禮拜呢 我跟大家這個強調一下 我老人家說 可能今天呢 我們要做一個佛學會考 我說我現在 一上課開始的時候 做一個佛學會考 我看後面一定有很多人 會這樣怎麼不出在 會緊張不出在 為什麼呢 這個可能他認為說 老師我們在初學 某幾個字都將自己擺在初學的位置 因為這個法藝要探究 你沒有深入精湛 你沒辦法了解世尊的本懷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我們今天就從493頁開始講 我從493頁的時候 我仍然會也怎麼樣 也是要探究到486頁 這樣子的話 你們整體起來 才會有一個正確的 究竟玉璃的一個概念 不要落入於這個意識狀態 不要落入於這個第六意識心 我們上完這個493頁還有這個486頁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上的 就是如來破三米 但是今天我們要從這個破旺式飛心 這個相當重要 而是七大 我們做一個小小的圓滿 結束之後 我們來探究如來破三米 更可以了知 即使是正出國的 他不一定都有辦法 當然是視線 你正出國的聖者 也不一定都有辦法來契助 世尊的這個本懷 所以好 現在我們來看493頁 好 许頁發現世間無知 或為因緣及自然性 皆是世心分別季度 但有言說多無實意 要注意 在這個世間無知 有兩種 一種是外道 一種是全教跟惡聖者 他這個地方講 或為因緣及自然性 就是說 不是迷惑不了物 這個許諺發現 把它當作是因緣性 你若是不把它當作因緣性 甚至有的就把它當作是自然性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詮釋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在家經經過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你是不是有哪一段的法律 沒有貫穿 仍然有隔騰 一定要注意 好 我們現在看看493頁的第一行 詮釋文 尋願發現 乃是因緣或是自然 哪兩種虛妄嫉妒的這個根本要注意 這個虛妄發現 為什麼稱為是兩種虛妄嫉妒 這個兩種虛妄嫉妒就是 不是執著 這個虛妄發現是因緣性 不然就是執著 這個虛妄發現是自然性 所以稱為 是兩種虛妄嫉妒的一個根本 這個要注意 好這個火大 我們現在說 我們已經最後講到這個火大 這個七大當中 這個火大 不單獨是迷畏眾生 就是所謂的全教菩薩跟二聖者 不單獨是迷畏業這樣的眾生 他一定要依循他所造的染葉 然後才能夠開發顯現出 釋造的這個七大 例如二鬼之道 二鬼之道大家都知道 三二道對不對 他們激火焦燃 注意這個完全是一群的 他們所造的這個惡葉 所以所開發顯現出來的 這一個激火焦燃之現象 也可以相當於我們知道 就是因為一群的 他們過去手造的這個惡葉 所以不但是激火焦燃 而且他們頂法燕聖 你看這樣寡人哪可憐 對不對 然後口中又吐出火焦 口中又吐出火焦 不但是惡鬼之道是如此 縱然是修為的大興之事 這邊講的是指 這個講是出地的住興 因為他這邊講大興 對不對 好意思循著 循著什麼 好意思循著這個修為 修為大興之事 他們所造的這個禁葉 而後才能夠開發顯現出 四兆的七大 例如火頭金剛 這個火頭金剛 也許有些人對他很陌生 但是在這個二十五聲元通當中 你們可以先註明在八百二十七頁 在八百二十七頁當中 火頭金剛就是所謂的烏楚色謀 他呢可以轉化多營信念 轉化多營的信念成為智慧之火 你看看 你看這個二道業的跟修為的大師之心 你看差別有多大 差別有多大 五祖色謀這個火頭金剛呢 他會轉 轉化 轉就是在一念心性的轉化 轉化多營的信念成為智慧之火 好 此街是巡月才可以開發現現出他們各自的 四兆的七大 這個地方一定要注意 好的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們現在要講世間無知 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在493月這邊的世間無知 也許有的人在486月當中 他聽起來總是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 其實都一樣 其實都一樣 為什麼 只是從不同的角度詮釋而已 好 那現在呢 你們將這個493月 這這個兩月 就是從這個487 489月到492 你用捲軸式的把它捲起來 然後呢 你這個右邊所呈現出來的是在486月 好 這個世間無知有沒有 493月的世間無知 跟486月的世間無知 你這樣子讓他左右都呈現這四個字 世間無知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更能夠更能夠 我去除世尊所開始的華裔 好 那麼呢 在486月裡面的這個世間無知 是指有情的世間 他沒有政治之眾生 注意沒有正 因為政治的對面 就是邪 所以說也可以像是外道 也可以講這個是外道 無有政治之眾生 無有政治之眾生 因為他不了悟什麼 葬性 葬性 本具有不變之離體 但是不要忽略了 葬性不變之離體 雖然是自主不動 但是他有隨緣之妙用 所以說不變隨緣這兩種的義理 因為行業發現 所以這個沒有政治的眾生 以及潛質的眾生 他會起一個這個因緣 或者是自然這兩種的禍 那以嘉光大師就是正麥書 嘉光大師他所詮釋的 好現在你要注意 嘉光大師所詮釋的 你現在看司法86業 第幾行 第三行 你從這個地方更能夠了知 業 他是能夠開發顯現 但是這個社 這個社就稱為我們的 一報正報這二社 一正二報是業所開發顯現 要注意業能夠開發顯現 但是一報跟正報是業所開發顯現的 在這個地方要注意 例如 三古隱身 如隱隨行 其實只有迷味的眾生 一定要依循到他的染驗 而後才能夠開發顯現出 所謂的赤道的七大 那也可以講說 那也可以講說 開發顯現出他的一報跟正報 也可以這麼說 即使是已經誤之人 也必須要依循的他所造的敬業 而後才能夠開發顯現出 四道的七大 或者是說他的一報跟正報 他的焦光大師所提示的這個 熏夜發現這個四個字 都雙雙具有兩種不自在之意裡 所謂的兩種不自在意思就是說 這個名為眾生 也有必須要熏夜的這個不自在 即使是已經開悟之人 也是必須要熏夜 所以也是不自在 也是不自在 那麼在這兩種不自在的意裡當中 我們可以了知 一則是 世跟初世間 以一切的靜妙之色 靜妙之色 你又要跟他講 一報正報的靜妙之色 若不循著彼 種種的經驗 這邊講到彼是指什麼 是指已經開悟者 就是已經以悟之人 他也是要逸循著他的手造的這個靜妙 所以說雖然想要發現這個靜妙之色 不可得注意 這個地方不要錯解佛育 意思就是說 這個世跟初世間 一切的靜妙之色 都是要依循著種種的靜妙 對不對 那你一旦是依循著你的靜妙 那當然他要發 他說他不發現 他想不發現靜妙之色 那當然也是不可能 所以說 所以發現 你這個地方就要注意 因為他造的是靜妙 所以說他要怎麼樣 他雖然想要發現這個靜妙之色 當然是必須要依循著他所造的這個靜妙 所以說他造的是靜妙 那他說他不發現 因為靜妙所開發顯現出來的靜妙之色 也是不可得 他意思是這樣 所以這八個字你不要錯解佛育 他的意思就是說 即使以物之人也是怎麼樣 也是行業發現 也是行業發現 這個地方很多人會錯解佛育 那我已經提示過 上個禮拜提示過 除非他是視線 除非他是要來視線 所以即使他是已經開悟的 但是他所限的是苦惠之色 這個注意 他這個是視線 他有選擇的餘地 但是在造一般 在這個行業發現來講 無論是事或出事間 一切的靜妙的一正二報之色 若不循著比種種的靜妙 就是以物之人手造的種種靜妙 所以發現 予以不可得也 意思就是說 一定要行業才能夠開發顯現 對不對 以物之人 面對的是靜妙之色 一定要注意 那惡者就是三途四惡 假如他們講善惡道 大家都背得滾到爛手 對不對 第二鬼畜生 那假如是四惡 就是加上阿修羅 那叫做五惡 那加上仁天 那麼呢 三途四惡的一切苦惠之色 若不戒 這個不戒就是依循 若依循的這些筆 所以這個筆指的是三途或者是四惡 甚至是五惡眾生 若不戒就是若依循的筆種種之染也 那雖然呢 他不想去發現這個苦惠之色 也是不可得 意思是這樣 這個不可得 就是說他們想要不發現 也是不可得的 這個不戒 這個不戒 不戒就是依循的意思 所以呢 你們上個禮拜一定有注意到 這個不戒就是依循 好 所以呢 故此尋頁发現這四個字 非凡呢 只是表示說 你若不依循的個人所造的這個染液或禁液 則不得發現 比如你造禁液 當然是呈現的 是靜妙之色 你造染液 那當然開花顯現出來的是苦惠之色 那一定要注意 所以說要依循著各自所造的本液 而且呢 他又他也 也兼併著 既然行業 那者不得不發現 就是一定會發現 一定發現什麼 就是照著這個原則 照禁液 對不對 那麼就是呈現的一正二報 就是靜妙之色 對不對 也就是所說的七大 你若是造的是染液 對不對 那你所開花顯現出來的 那一定是苦惠之色 所以呢 這兩種呢 具無自由分 意思就是說 一定要尋頁 一定要尋頁 當然不可能說你造的是染液 那你要發現靜妙之色 這當然是不可能 對不對 好 那你說 你已經造的淨液 對不對 你說 你會去發現到苦惠之色 我已經講過除灰 你是視線的 對不對 所以 否則的話呢 你造淨液 那一定是開花顯現出來的一正二報 那一定是靜妙之色 這個已經講過非常清楚了 好 那現在我們要講這個世間無知 好 有情世間 沒有政治之眾生 他不了之葬性 本具有不變的離體 而且這個不變的離體 有隨緣的這個妙用 所以說不了物 葬性不變 隨緣這兩種異理 因為尋頁發現 所以呢 忘奇 不是執著 這一個尋頁發現 所開發出來的 這個一正二報 七大 不是執著 是因緣性 就是自然性 這兩種的禍 佳光大師 在這個地方 有事在起事 良以業之起業 就是說 業的造 就是說你起業 通常我們講了 起心動力 起心動力 對不對 就是因為業之起造 好像有他的因緣 好像有他的原因 注意有事有有據 就是好像有他們假界的這個因緣 有的意思 業之起造就是說 好像有他們假界的這個因緣性 那叫業之起也可以講 這個尋頁這個發現 好像有他們假界的這個因緣 所以這個世間這個潛質的眾生 潛質的防護二聖人 他們就指著這個尋頁發現所開發顯現出來的一報正報 他們升起的這個靜音 他們迷惑 這個是因緣性 他們就講說這個尋頁發現 他們把他當作 因為尋頁發現各自開發出不同的一報正報對不對 那麼這一個世間這個防護跟二聖者 他就認為這個尋頁發現所開發顯現出來的七大 一報正報 這個靜音 他是屬於因緣性的 要注意 那因為怎麼樣呢 因為他從不了達 我們如來藏體 他本具有圓容不變之離體 他是周遍法界是清淨本然的 對不對 既然我們的如來藏體 他是圓容不變周遍法界清淨本然 那又何需要來假借因緣 對不對 因為宇宙萬法首遺之體 就是以如來藏體為體 對不對 那如來藏體就是宇宙萬法首遺之體 宇宙萬法都是以如來藏體為體 那既然這個藏體 他是圓容不變之離體 周遍法界的對不對 他有所言都沒有用 他怎麼需要再借任何的因緣 這個地方要注意 那麼業之成也就是說 業已經造成了 當他開發顯現出來 巡業發現的時候 對不對 那麼好像已經巡業發現出來的 這個世道的七大 或者是開選出來的一報正報 是,就是好像已經拿你去改意 那當然 那是當然,為什麼 因為你巡禁業 那一定是開發顯現出禁廟之身 你一巡的展驗 那當然開發顯現出來的一定是苦惠之色 所以說 在這個世南改宜的這一個行業 發現的這個原則之下 這個世間無自之眾生 就是沒有正正之眾生 他們只 即使 即使的這個已經 難以改變的這個限量 這個限量 這個限量就是說 執著這個已經難以去改變的 這個世道的七大所限的限量 就是說 世道的七大所限的限量的七大 就是說 原本在如來賬中對不對 那麼巡月發現之後 所產生的世道的七大所限之量 都成為限量 所以說無自之眾生 他只此已經難以改變的 這個世道的七大所限之量 他們沒迷惑為這個自然性 所以呢 成不了達 就是說他們始終沒有辦法了達 如來賬體 他是原種無礙的 但是他有隨緣的妙用 他可以隨眾生心 應其手之之量 對不對 要何必在於 要何必成立於這個自然性呢 對不對 因為 皆是因為巡月發現 這個 所造成的 所以說 不知道巡月發現 他就會將這個巡月發現 當作說 不是自然性 就是因緣性 這個一定要注意 好所以說 皆是世心分別季度 好 那你現在呢 因為你們這個是卷軸式嘛 對不對 好那所以咯 你們現在呢 看493頁 我們從這個 從這個世間無知 因為你 你從486 跟493頁這個世間無知 你 都是用兩個 一個是地大 一個是佛大 你這樣子 更加可以了悟 更加可以去入 世尊所開示的本意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世間無知 493頁的 493頁的 因為我們剛剛看過 486頁的世間無知 既然你看 493頁的世間無知 所以說呢 全教 全教 凡夫就是說 全聖的學者 就是說 有情的世間 有情的世間 因為尚未開採出根本質 無有真知 就是還沒有開採出 還沒有原證到根本質 所以這個媚夫媚夫就是 不能夠了達 藏性本具有不變之體 知道喔 知道是一回事喔 但是你必須要原證 對不對 原修原證 因為呢 他還沒有原證到根本質 所以呢 他不能夠真正的去入 藏性本具有不變之體 所以他就迷惑成為什麼 因緣性 因緣性 但是外道 就是說這個外道 注意 非學者的世間 就是說這個外道 因為他 不是屬於正信正念的佛教 所以呢 他是有人是稱為非內教 這個內教就是指佛教 佛教的一切經典 我們稱為內典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外道 非內教的有錢的世間 因為他沒有政治 當然是外道 都沒有政治啊 他們呢 不能夠了誤到 藏性本具有隨緣之大用 注意 藏性有隨緣之大用 仍然是一句藏性 有如如不變之離體 那這個離體呢 他是進去空辨法界 是宇宙萬華都依著一個 如如不動 這個圓滿清淨周辨法界的 這個藏性為替 所以說 唯有政治的這個外道眾生 他們不能夠圓解藏性 有隨緣之大用 所以迷惑這個火大呢 是無因可生 他是自然而論的 是自然性的 無因無緣是自然而生的 對不對 所以說 此等呢 就是世心妄想分別 注意這個世心的妄想分別 就是從依他其心 對不對 如如以騙跡所知 所以這個周辨嫉妒 注意周辨嫉妒這四個字 很多人還是陌生 周辨嫉妒的意思就是 一切實 一切處 對一切相 他都是執著分別虛妄的嫉妒 所以就周辨嫉妒 在依他其心的依依法中 不了知法法的當體 都是如來障體的原誠實性 為什麼是如來障體的原誠實境呢 這個原誠實境這所指的就是如來障 那他是清淨本然是周辨法界 是一切宇宙萬法所一之體 為什麼是宇宙萬法所一之體 因為宇宙萬法沒有實在體性 他都是幻生幻媚 所以如來障體就是宇宙萬法所一之體 所以說七大之所以能夠進去空辨法界 那就是因為如來障體為體 好接下來我們看 不了知如來障的原誠實性 因為依依法中 不了知法法都是以如來障體為體 都是如來障的原誠實性 因隨緣所所限 所以望其騙激所之性 所以說但有原誠 注意這個但有原誠這四個字就是說 但做仿佛來解 所以仿佛來解 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原誠 比如說有的是說因緣性 有的是說自然性 或者是合合或是不合合 注意這個合合或是不合合 就是完全指七大當中 我們所說的 比如說我們以火大來講的話 假如是合合就是說 是不是以這個聚光鏡 就是取火鏡 愛草 日光 這個合合 或者是不合合 就是說他們各自 各自說就是說 日光就可以直接生諸佛 或是愛草就可以直接生諸佛 或者是說 所謂的這個 這個 就凸透鏡 那個取火鏡 就可以單獨生諸佛 不需要三個合合 所以說這個合合 或者是不合合 句子 因緣自然 合合不合合 都是已經是虛妄嫉妒了 那有人認為假如是因緣自然 合合或是不合合 不能成立 然後他們又落入於什麼 非因緣 非自然 非合合 非不合合 對不對 那這個更嚴重 對不對 這個皆是屬於細論 注意 細論就是說不能夠 氣入第一地大空的 所有的言論跟思維模式 這個都沒有真實的毅力 都沒有一個真實的毅力 好那現在呢 我們呢 將這個火大 也相當於就是 將這個所有的這個七大 如在葬中這個七大呢 我們呢 暫時到這個地方 搞一個小小的一個圓滿 好 現在要注意 您如果是自己在精進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 在每一大就是 每一大比方說地大水大火大風大 對不對 還有空大 還有劍大跟四大當中 你最好能夠 你最好能夠將他們 一一七大當中 他們的詮釋 稍稍有不同的 其實這個都是符合佛意 只是說 因為講到火大 那跟水大 那當然有稍稍不同的這個詮釋角度 你們最好呢 能夠呢 用一張紙寫起來 那這樣子做一個比較 就像剛才呢 我老人家 告訴你 這個地大的巡月花線跟世間無知 以及火大的這一個巡月花線跟世間無知 你用這樣子文字像 來精進 來精進 要契入 世尊所開示的本意的話 你這樣更能夠 更能夠 免去許許多多的個疼 不要用猜的 不要說好像大概也許 這個都不對 這個都非是正確的一個心態 一定要注意 好那現在呢 你呢在這個火大進這個下面呢 給他寫一個接148頁 因為你講完七大 然後呢 你緊接的講 為什麼世尊要破三明 就是望是無處 望是非心 望是無體 我們現在從148頁 你們現在請放到148頁 我們從望是非心 就是說阿難 阿難尊者所执著的第六意識心 他並不是真心真心 別忘記啦 阿難尊者他是視線 他是視線 十五年裡面放到148頁 我們直接從這一個望是非心 這個地方開始探究去 然後我們接著要探究 望是什麼 無體 好那接下來 好那接下來 你們現在呢 現在翻到148頁 好我現在先請君文 好 赤望是非心 就是說 師尊要來開發顯示出 望是非是真心真心 我現在先請君文 而是阿難在大眾中 而是阿難在大眾中 即從坐騎偏袒又堅 又細左地 合掌恭敬 而白佛言 好 好雖然這個是屬於威夷性 但是我們也是要了悟一下 因為呢 在這個望是無處當中呢 阿難所寄置的這個七處啊 都已經被世尊所破除了 所以呢 至此呢 假如呢 因為沒有上過這個望是無處啊 這個我們以後有因緣 我們再來上 我們現在直接從望是 非是真心真心 這個開始來上去 開始來探究 因為阿難呢 在前面所寄置的七處啊 對不對 好 皆已經被世尊所破除 好 那至此呢 所以阿難呢 乃是怎麼樣 乃欲 阿難呢 就是想 想怎麼樣 想要捨到這個望是 捨望出就是捨去望是 而 再怎麼樣 再求世尊 來開示真心真心的所在之處 光是 看到這個地方 你一定會覺得說 欸 望離真當下極限 但是阿難尊者 他如果是知道 後面都不用說了 我們仁仁經就夠了 就把他結束了 是不是 阿難尊者是世間 所以 他呢 他在這個六處 在這個七處 他認為說 我們的真心真心 是在身體之內 在身體之外 對不對 總共這個七處當中 都是一一被世尊所破除 所以我們阿難尊者 乃是想要捨望是 捨望出就是捨到他的望是心 然後呢 再求世尊來開示 是真心真心在何處 這個地方 可見得 那阿難的心意 有沒有究竟沒有 因為他不知道 望是離真心 真心就在當下 你不需要再去尋找 對不對 好 這個是呢 阿難仍然未能夠究竟了達 好 否無之一 因為 世尊或 望是無處 是為了想要怎麼樣 想要阿難以及與會大眾 來了悟 望是無體 望是非是 眾生的真心真心 對不對 好 那麼呢 阿難依舊 因為他還沒有究竟了達 所以說阿難尊者 今依舊 要求世尊來開示說 真心真心在何處 因為他沒有究竟了之 望是離 就在當下 真心就顯現出來 望離真極限 這個就是說 所以說阿難尊者 還沒有究竟了達 世尊的本懷 所以說呢 可見得 逐漸 我現在講到第二行 由此可見 阿難尊者仍然認什麼 認識為心 認這個望是為心 為什麼呢 因為認望是有體 已經被世尊所一一破除 所以阿難尊者就是怎麼樣 自恨 自己覺得非常的遺憾 對不對 為之真心的所在之處 阿難尊者之所以會認為望是有體 他自己很自責 他總是認為 他因為就是不知道真心真心在何處 所以他才會認為望是有體 意思是這樣 所以阿難尊者 而再請於世尊來開示 那麼舉種做起這四個字是怎麼類呢 因為阿難尊者聽法之實 是做的在做 那麼應要請世尊開示法一 所以他必須要立起就是要起立 以偏坦與右肩要注意 就是說坦肉的意思 坦肉右肩的意思 我國呢是以坦肉為慢 但是在印度呢是以坦肉為勁要注意 這就是風俗民情不一樣 所以說偏坦 為什麼偏坦 因為只是坦肉右肩而已 所以說只是坦肉右肩 但是右肆著地 因為右肆比較有力 而且能夠久跪也容易起立 所以說就是右肆著地 那麼合掌就是合十之爪 以上呢都是屬於深夜之虔誠 屬於深夜之虔誠 那這個地方我們所要了悟的 就是說這個恭敬 注意嚴肅越恭尊重越敬 所以說嚴肅尊重 就是恭敬 一定要注意至誠懇切的 這個是屬於異業的全程 而白佛言是仰白於佛 這個是屬於口業的這個全程 所以講到這個威夷 這個是阿階級經文之家 他們所敘述的這個情法的威夷而已 好我們現在來看 148頁的倒數第二行 我現在先請經文 我是這個我 是代表阿難尊者 我是如來最小之地 蒙佛慈愛 遂靜出家 也有四交連 所以多文位的無肉 不能折服沙皮羅咒 未必所轉逆於銀色 要注意我們先講這個沙皮羅咒 這個沙皮羅咒 這個沙皮羅咒有的稱為是先犯天咒 就是說這個防火外道堅持這個沙皮羅咒 是他的祖先犯天所教授的 所以說這個沙皮羅咒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 149頁的第一行 阿難呢 他是四王八子當中年齡最小的 也就是相當於說 這個四尊 就是四尊之 四尊之父就是靜患王 對不對 他們總共有四個兄弟 四個兄弟當中養育了八子 所以說阿難是年齡最小的 阿難是年齡最小的 所以說 顧曰我是如來最小的堂弟 對不對 那麼蒙佛慈悲愛念 雖然今已經出家了 但是仍然是怎麼樣 仍然是依賴的交聯 所以要注意 為什麼 因為阿難的心中 仍然有要依實的佛的交愛跟聯繫 所以圖是多文 所以說這個阿難尊者只是注重於多文 因為阿難是四尊的這個士者 所以在四尊開示各種法義的任何的一個處所 阿難呢 都是怎麼樣 阿難的心像大海一樣 對不對 這個四尊的法像大海 留住阿難的心 所以阿難是多文第一 四尊的十大弟子都文第一 阿難呢他是自誠懇切 所以說四尊之法如大海 流入阿難之心 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 所以阿難尊者呢 他只是著重在於多文 不勤修這個定律 注意 這個定律 也就是所謂的佛無定 也就是所謂的佛無定 所以 所以呢 為得無肉 為得無肉 虛正是果的流汗 對不對 所以是無 無什麼 無欲肉 無有肉 無無名肉 注意 這個欲肉當然是屬於義界 有肉呢 是屬於什麼界 你不要把他三個字連起來 哪裡有一個無欲肉 一個無有欲肉 欲界的欲肉 無有怎麼樣 色界的有肉 無有無色界的無名肉 那必須要如此才可以方稱是無肉 那麼你用阿難尊者 他只是正道出國異 他尚未得無肉 阿難 還沒有完全斷見識惡禍 還沒有出三界得四國阿禄漢 對不對 所以說為得無肉 所以說這個定律要注意 就是因為阿難指正出國 為得無肉的道理 所以說他的定律不足 所以阿難尊者他不能夠 來責服沙比加羅奏 我剛才已經歧視過 黃火外道 他們所持的這個奏 就是沙比加羅外道 黃火外道 他們所持的奏 就是一個沙比羅奏 而阿難尊者 被這個邪奏所轉 注意這個轉 意思是在這個地方 所控轉 就是說控制 被這個沙比羅奏所控制 所以 即將要毀壞 化身毀命 所以說這個在最 在我們人眼鏡的最前面 最前面 世尊有開示 所以說 因為我們這個篇幅的關係 我們現在呢 只能夠依照於全世文 這麼詮釋 以後有因緣 我們會在 哇 這個人眼鏡前面 沒有講過 沒有上過的 這一個 經文跟全世文 我們會一併把它補足 有因緣具足的話 所以說這個地方要注意 就是因為他不能夠責服 不能夠責服沙比羅奏 所以被這個邪奏所控 身心不自在 但是注意 在這個地方 老師必須要說明 阿難尊者 他心 雖然他身是在於摩登前女之 這寢視 但是阿難的心 阿難的身 他的身 被邪奏所控制 但是他的心仍然是親近 為什麼 他呢 知自己被邪奏所控 他沒有辦法身先自在 那阿難的內心裡面 他一直 自誠懇去 請求世尊說 世尊岂可不救阿難 他心中 一直 念著信念 其中世尊岂可不救阿難 世尊岂可不救阿難 所以說世尊呢 此能演奏 有文書書的菩薩 持著 领持著咒語 到這個摩登前女之處 來解救阿難 這個呢 我們前面 都會在佈足說明 前面的佈足說明 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 阿難身在銀色 即將要毀壞 在發生昏迷之事 但是阿難的心 是清淨 所以他沒有破戒 阿難沒有破戒 這地方要說明的 好 那當有不知真祭所益 好 這個地方要注意 所謂的真祭 就是真如實際之理地 也就是我們本君所講的這個如來賬 這是所嫩言的定題 這個義是指所在的意思 就是真如實際之理地 也就是真心的義明 要注意 因為阿難所取真祭之明 似乎是同於是真心真信 但是因為阿難還沒有究竟的了悟 所值的心 他不是真心真信 那因為阿難他還不是無肉的聖者 所以呢 他仍然呼這個真心真信為真祭 為真祭 他不曉得 忘世裡真心真信就在當下 所以他仍然呼為真祭 阿難尊者他認為 他就是因為不知道這個真祭的所在之處 也就是不知道真心真經的所在之處 對不對 所以他在前面最初 這個才被赤世尊 怎麼樣 是忘世無處 所以說 雖然前面阿難所值所的這個七處 就是已經被世尊所破除 一一皆被世尊所破除 此時阿難尚欲求真心真信的所在之處 求處就是求真心真信的所在之處 所欲就是說所在之處 但以阿難尚上去不知 他還沒有就見了物 所以阿難不知 所以求佛再開示真心真信的所在之處 因為全面去處破忘 阿難都不知道到底真心在何處 他不曉得忘理的當下 這個就是真心所在之處 所以請求世尊再開示真心真信在何處 意思是怎樣 所以阿難以為他之所以不能夠降伏 這一個撒比羅咒 就是因為阿難他不知道他的真心真信在哪裡 假如阿難知道真心真信在哪裡 他就不會被這個撒比羅咒所怎麼樣 所控 所以說這個地方要注意 因為阿難他還是認識注意 阿難還是錯認忘事為真心 這個錯誤是非小 非同小可 阿難錯認忘事是為真心 所以說世尊 所以說世尊在以下所開示的這個經文 當然包含全世文 那就刺起 阿難所持的忘事 他非是真心真心 所以說呢 推就忘事 本來就無體 所以七處被迫忘 對不對 所以說 世尊是用意 是要令阿難可以守事 求真 這兩個字就是用根性 守事用根性的意思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個倒數第三行 老師先請經文 唯願使尊大慈哀明 開示我等蛇摩他路 令住殘體 揮迷立居 所以這個地方定義 在這個地方的一殘體 等一下我們也會講到 好 使求 這一段就是講 世尊 世尊 另外再詳細說明正心的所在之處 對不對 因為阿難所持的 現在七處 被世尊所迫忘之後 他仍然不知道世尊的正義 所以阿難尊者就是認為說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 這個正經正經在何處 所以他才會被這個沙皮柔咒所控 對不對 所以他求世尊在開示 真心真心在何處 阿難完全不知 忘心跟真心本沒有兩個心體 這個初學者一定要注意 忘心不離於我們的真心真心 不是說忘心另有一個心體 那真心真心另有一個心體 所以要注意 以不知真心真心之所在之處 因為 為什麼阿難他請這個世尊 再開示真心真心所在之處 因為阿難認為 就是因為 若不知道真心真心的所在之處 那麼能厌大定則無路可修 無路可修 所以他願佛發大慈心 哀怜悯念我等諸意 這個等就是與惠大眾 與惠大眾 當然也是包含我們末法時期的眾生 對不對 好接下來我們現在翻到150頁 因為 因為一位大眾 久處迷途 所以求佛開示我等什麼他路 什麼他就是定 但是要注意 因為前面 阿難並不知道 這一個守仁厭定是一個大定的眾名 所以阿難認為阿難不知道這個什麼他 廟三謀還有禪羅 這個是一個別名 都是講仁厭大定 因為阿難不知沒有確實了 所以阿難你就是在這個什麼他 廟三謀 禪羅上面都加一個廟 所以阿難請世修正開始 就是廟什麼他路 廟禪羅 廟什麼 廟什麼他 廟禪羅都是加一個廟字 廟禪羅 因為就是也是公敬的意思 也是說阿難他 沒有究竟了物 守仁厭定 這個眾鳴 就是定的總鳴 我們現在看第一項 這個 fosse… yr盧它 就是阿難所忒是日的三種鳴當中 是第一個 第一個名 第一個有什麼他 它是守內顏定守一支體 也就是守著的本覺的離體 本覺的離體 有人就問 守內顏定體是什麼 就是本覺的離體 定體就是本覺離體 本覺離體它是天然本定的 是本不生本不昧本不動搖 但是能夠怎麼樣 但能夠這個地方注意 但是能夠開解照了 這一個本覺離體的 那是必須要是什麼 必須要為舍摩它的微密觀照 要注意我再講一次 守內顏定守一支體 也就是守著舍摩它 舍摩它呢 就是說守內顏定 它是一個種名 舍摩它 妙三某跟禅某 這個是三種的別名 所以阿南恩尊者現在所寢視的舍摩它 就是它在寢視之尊開示當中的第一個名字 第一個名稱 所以說這個守內顏定守一之體 是什麼體 就是本覺的離體 那麼這個本覺的離體 它是天然本定 就是所謂的自信定 它是本不生本不昧本不動搖的 但是能夠開解 注意 這個能的旁邊注意個但 但是能夠開解 照了這個本覺離體的 那就必須要靠著什麼 神摩它的微密觀照 那這個觀照是什麼 這個微密觀照指的就是指使覺制的妙用 所以說為什麼通常在起信論 以及各部經典當中都有講到 都有提示到 始覺契入本覺離體的當下 始覺跟本覺本是一體 你看從這個地方就可以講得出來 對不對 因為微密觀照就是說 始覺知智的妙用的微密觀照 它才可以開解照了這個本覺的離體 所以說這個本覺離體跟始覺知智 一個是如如理 一個是如如智 對不對 所以說理智一如 在這個地方我都可以看到很清楚 所以說這個觀照也就是始覺知的妙用 那麼這個始覺知這個妙用 必須要依照什麼 必須要依照於正因佛性 所起的這個了因佛性 有的人呢 對於這個正因佛性 了因佛性 還有原因佛性 上是不知 所以你們這邊可以給他注明 一個22頁 就是我們人已經22頁的倒數第二行 但是他這個詮釋在22月詮釋裡面 貧富還蠻大的 現在你只要聽我老人家 做一個簡潔的一個詮釋就好 就是說這個始覺知智的妙用 他是微密觀照的 他可以微密觀照到這個本覺的離體 但是這個始覺知智的妙用 我現在講到第三號 一定要依照正因佛性 正因佛性就是我們眾生本具的佛性 這個就是指正因佛性 他這個是指體 必須要依照正因佛性 這個要連串 始覺知智的妙用 可以來開解造了這個本覺的離體 但是這個始覺知智的妙用 一定要依照正因佛性 而才能夠發起這一個了應佛性 這個了應佛性 持的就是始覺知智的妙用 為什麼呢 這個了應佛性 注意 了應佛性必須要依照正因佛性 然後他才能夠開解造了這個本覺之離體 所以這個了應佛性 它的妙用是在何處啊 就是在能夠開解造了這個本覺的離體 那這個本覺的離體也就是所能的定體 所以要注意 所以這個了應佛性就是始覺知智的妙用 因為他能夠了 注意 了就是能夠開解造了 能夠開解造了這個本覺的離體 也就是說這個了應佛性啊 要依照正因佛性 才能夠開解造了本覺的離體 才能夠開解造了所能言的定體 所以說這個就是成為定智慧啦 對不對 什麼他的微密觀照 這個始覺知的妙用 他是屬於能言定 就屬於定 什麼他這個定指的是什麼他 乃是定智慧 好 那麼這個微密觀照這個地方要注意 微密觀照呢 在我們後面世尊所開示的這個微密觀照 也有從這個本不生本不妹的根性 來詮釋這個微密觀照這四個字 所以大家要注意 在這個地方的微密觀照指的就是 為什麼稱為微密觀照 因為始覺知智的妙用的微密觀照 必須要依照於正因佛性 就是說依佛性的體啦 起這個開解造了的作用 那麼呢始覺知智的開解造了作用 始覺知智的這一個開解造了作用 才能夠怎麼樣啊 才能夠造了本覺的離體 才能夠開解造了本覺離體 就是所謂的所能言定的定體啦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觀照 這個第三項我已經講了第五次了 這個微密觀照的這個觀照指的就是指始覺知智的妙用 必須要依照正因佛性 所取的這個了因佛性 也就是定智慧 定智的是指什麼他嘛 對不對 定智慧 這個路就是指修正之路 因為阿蘭認為啊 若還沒有真正了悟到真主的實際 那者怎麼樣 者此路不同 這個蛇魔他路 那不同 當然蛇魔他路是通往 是什麼 因為蛇魔他路是定 那定中的慧 才能夠開解造了 好 本覺的離體 這個本覺離體 就是所謂的所能言的定體啦 對不對 但是這個微密觀照當中要注意 就是所謂的始覺知智的妙用 那始覺知智的妙用來自於哪裡啊 就是必須要依照正因佛性 才能夠起開嘴造了的這個了因佛性 這個了因佛性指的就是指始覺知的妙用 所以說在這個其心論當中會講說 始覺知智契入本覺離體的那個當下 始本合一的那個當下 就是轉世成世的那個創那 這個這個地方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探究的出來啦 這一定要注意 所以說你若是 所以說若未能夠悟真如的實際 真如的實際就是指如來自妙真如性啊 對不對 你沒有悟到出來 正妙真如性對不對 那當然此路是不同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開解出這個什麼他路啦 那這個修正之路啦 對不對 修正之道路 好接下來我們看第五行 阿南他欲知真心真心的所在之處 所以呢 正你盡修佛定 正是怎麼樣 正是你定他一定要精進來修佛定 佛定就是寧願大定啊自信定啊 對不對 所以阿南他積極的求佛要來開始什麼他路 對不對 注意什麼他路這個名稱你要注意 他是什麼他的修正之道路 一定要注意 但是阿南尊者呢 他確實不知道他在前面所執著的這個七處 他認為他的真心真心就是在這七處當中 所以阿南尊者呢 他不知道前面他這個在七處真心當中 一一被世尊所破 那個當下被世尊所破 這一個忘世無處的那個當下 其實已經世尊已經開始阿南尊者的蛇摩他修正之路了 但是因為阿南他尚未是無肉的聖者 他還不知道 沒有辦法來了悟到世尊的本懷 所以呢 因為阿南守之之心啊 非是真心真心 因此呢 這個蛇摩他為謀關照的這個修正之路啦 竟會被這個忘世心所擁設 不通嘛 因為阿南不知道 阿南不知道 對不對 七處破忘的那個當下 就是已經開示了那個蛇摩他修正的道路 阿南非是無肉的聖者 所以阿南沒有辦法來究竟了知 所以阿南一直很切的請世世尊在開示 那麼真心真心在何處呢 意思是這樣 好 那麼佛以下的開示是破忘是非心 以及破忘是無體 重點 世尊的用意是要撤 注意哦 撤去什麼他路之障礙 所以這個撤去 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 他是要阿南离 怎麼樣 离什麼他路的障礙 离什麼他的障礙 什麼他路的障礙 好 好 所以說呢 所以世尊在以下所開示的忘是非心忘是 這個五體當中呢 世尊是要阿南 要離去什麼他路的一個障礙 而止就是而止止 啊 見性來顯示出真心真性 這個就是所謂後面我們會講到啊 十方顯見 啊 接下來 要注意哦 要注意哦 見性 有見性來顯示我們的真心真性啊 就是在十方顯見當中呢 世尊以十種不同的這個角度啊 來啊 顯示出真心真性啊 啊 所以呢 就是要會是歸理啊 會是就是會千差萬別的事 歸於啊 真如的離體 而且要會怎麼樣啊 一切的差別像 歸於我們的如來照妙真如性 這個都是屬於開什麼他路 啊 一定要注意啊 會是歸理 會像歸信 這八個字啊 啊 不能夠讓他啊 啊 怎麼樣 不能夠讓他當成文字像 你要去入義理啊 啊 所以說呢 啊 我們看到數第五行 在一百五十頁裡面 所以令諸殘體 揮迷立居 這個在涅槃軍當中 已經說過了一禪題 就是講性根不具足 完全沒有性根 或是成為焚燒上根 上根對不對 啊 沒有性根 上根被燒進了 那怎麼可能會有 怎麼可能會成佛呢 有佛性呢 對不對 但是在我們華華軍裡面 啊 師尊有提示過 所有的眾生 皆可成佛 皆可成佛 所以啊 這個地方 我們要特別強調的 啊 所以說啊 斷上根 斷一切上根的眾生 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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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就是印度的北方跟西方的这个地方 几乎都是二支箭 都是二支箭就是所在一产体 这断上根的众生 那么的持等呢 注意持等一产体 他全不信佛法 也就是边注意 边就是边见 斜见边见就是说 不是落入一段 就是执着长 长见或者是断见 这个是边见 那斜见 或者是说 否认因果 不正之见也 那阿南求是世尊来开示 真迹就是说 阿南求是尊来开示 真心真心之所在之处 求是尊开示 蛇魔他修道之路 其意呢 就是因为 阿南认为 他就是因为从前不知道 这个蛇魔他路 所以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定律 所以才会被沙皮罗座所射 才会逆于云色 因为他就不知道真经正经在何处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悟这个什么他路 所以他才会被邪座所控制 他才会逆于云色 对不对 他不是在变改 事实是如此 所以说若如来 即能够为我等 我等就是与会大众 来开示所谋他路的话 不仅可以令我等得成为大定之道律 定律主义 这边的定律千万要记住 这边的定律指的是指 佛定 自信定 能言大定 都成为大定之道律 而且他能够想某自外道 对不对 其实比某跟外道 还有一产体文之 文道这个所谓的清文道 这个什么他路 世尊所开示 也能够 能够什么 能够破恶 而生上 你看 我们尊者 恩瓜出比 对不对 他说 这个其实某跟外道 还有一产体 清文世尊 所开示到的什么他路 他们都能够破恶 而生上 所以故曰 令诸信跟不惧之众生 亦得是毁灭二次见 他们都能够毁灭二次见 变成为正之正见 而得正之正见也 现在我们再来看到 151页的第二行 我现在先请经文 做事予以五体投地 急诸大众 轻可瞧住 轻闻是毁 但是要注意 什么真为轻可瞧住 好 这个地方 这个也是呢 这个节级经的将所叙述的这个位移 所谓的五体要不怕手以及两 手就头了 还有两手两足 这个呢 就是在序曲就是在说明 他不但只是取手而已哦 而还要五体投地哦 对不对 取手这个额头要点地了 对不对 不只是额头点地 而且还要五体投地 就是所谓的包含 不但只有头而且两手两足 就是所谓的跪拜 这个一定要注意五体投地 就是表示呢 情罚者的诚恳之知 急诸大众 轻信渴望 乔诚住戴 就是例如呢 渴是水啦 饮水啦 对不对 如鸟待补 这个轻就是所谓的 静啦 所谓的自诚恳切之恭敬 要静闻佛来 开始教会 注意 这一个 乔诚住戴 你这个地方要注意 通常呢 我们的脚跟 站着的时候 是不是脚跟都是着地的 那现在呢 这个就是 抬起脚跟 然后呢 垫着脚尖 用脚尖走地 然后你向着远方或者是前方 要自诚恳切的期待 盼望 事尊的开示 所以称为 乔诚住戴 这四个字 一定要注意 让他问 你说 这乔诚住戴是什么意思 你要跟他说 抬起脚跟 对不对 用脚尖走地 然后呢 眼睛看着前方 远方 而且是自诚恳切的 很期待盼望 等他的世尊的开示 意思是这样 好 所以呢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 好 这一段呢 就是说 世尊要来显发 望是非是真心真心 好 我们现在签请经文 我现在已经讲到 我们人严经讲义一百五十一页的倒数 第六行的经文 二十四尊 从其面门 放种种光 奇光晃耀 如百千日 这个从其门面放光 注意 从其面门 这个是四尊 在人严经里面 是属于第二次的放光 第一次的放光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奇环君色 奇环君色 世尊从无见顶放光 为什么呢 因为世尊即将 即将要开示 我们这个人严大法 所以从无见顶 就是从佛顶 要来开示至高无上的秘密法门 来破血跟外道 他们的血缩 所以说这个从面门放光 在这个地方 就是世尊第二次从面门放光 一定要注意 好 世尸呢 佛放光是在表什么 他是在 他是一个表法 他是在表现破旺选真之珠相 是一个瑞相 之所以要破旺 其实是为了要选真 因为旺没有实在体性 破旺是为了选真 所以破旺选真 破旺选真 破旺选真 这四个字 你要注意 旺其 旺本没有实体 破旺是为了要选真 因为旺若是不破 真 无处可显 虽然我们的真心真心是无所不在 但是你被旺心旺事所遮盖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真心真心 没有办法显示出他的妙用 虽然是隐而不显 但是我们的真心真心没有失去 要注意 所以 师尊从面门放光 这个是施以无言之教 这个是一个表法而已 令与会者能够促进会心 这个静就是面门放光 对不对 能够促进会心 就会心性 这个面门 那是我们五根所都聚之初 众生是面门 也是中日幻光 有的人看到这句话 老师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对不对 意思是中日幻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根性是常住 我们的面门 中日幻光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六根门头 对不对 他是怎么样 都是我们根性所显 本不生 本不昧之处 根性所显的 所以是中日幻光 这个意思就是指根性常住的意思 我们的佛性就是根性 根性就是如来在妙真主性 但在阿赖耶诗的体来讲的话 也就是四经 四经是一经明体 四经是种明 六经就是别明 六经也就是六根性的意思 可以讲 无奈 无奈 众生却是迷而不是 因为众生的面门 中日幻光 众生的面门 他根性是常住 对不对 但是众生却是迷而不是 阿难是迷惠 即是无明 那中日被决合成追 合成就是追逐 那攀岩于六成 那么任务为己 这个任务为己就是说 你不知道万法是违心线 对不对 心外本无依法可得 所以他说违心所线 违心所线就是这样 宇宙万法没有实在体现 他是以我们如来藏体为题 所以是违心所线 所以是以七纪行为 所以说阿难所望止的这个七处 他都不是真心真性的所在之处 那世尊要来开选 对不对 那阿难与会大众 那八号我们末法是违之众生 便得以 心意可以解脱 中日被诚合绝 刚才是被诚合成 现在是被诚合绝 所谓的被诚主意 这个被诚就是所谓的 放下 跟诚是心 反照自信 反照自信就是 就没有呢 契合于我们的真心真心 就是我们的决心 对不对 荣旺即正要注意 荣旺即正要注意 旺 不离于真心真心 旺离真即现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通达怎么样啊 旺是本空啊 没有实体 所以荣旺是 就以真心真心 对不对 因为旺离真即现 而且真心真心 是旺是所谓之气 所谓的主意 所以说呢 六根皆是 所谓的六根皆是就是怎么样啊 我们眼的见性 假如你用眼根 对不对 你用眼是 见射成 那么你是被诚合成 还是被诚合绝 我再讲一次 假如你用眼是 那面对射成 你是被诚合成 还是被诚合绝 有智慧 我要是反转过来 放下根尘是心 反照照自信 那么我是被诚合绝吗 对 你回答正是 因为是一个字 所以说六根皆是如此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前面有讲 对不对 众神的面门也是终至放光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根性是常出 但是众神确实适不得 我们的真性真性 对不对 所以说六根解释 是正义 就是说 世尊 正是要破除这六种攀原的旺世心 六种攀原的旺世心 在掩饰 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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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显示出我们六根 的限量的真性 六根限量的真性 六根限量的真性 这个六根 为什么称为限量 根性 为什么称为限量 因为他是本不生本不昧 众生本是具足的因地心 然后呢 所以 世尊先从面门来放光 这个就是表法 为了来显示出 世尊即将要开示 无上的妙法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我刚才已经提示过 世尊第一次 从这个佛顶放光 就是无见顶 无见顶像 那这个地方要注意 为什么称为无见顶 就是说 连十地的大佛杀 都没有办法见到 世尊的这个 所说的肉脊顶 那就是说的无见顶 十地佛杀 都没有这个道理 来见到佛顶 所以说这个无见顶像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接下来 你们翻到这个一百五十二月 好 我们前面经文上有讲 那奇光荒耀 如百千日 所以这个奇字 是指面门之珠根 就是我们的六根 当然 有人说老师 好像少了一根 就是所谓的一根一根在内 对不对 好所以说指面门之珠根 好那么光是从此面门放出 乃是为了要显示出什么 念出来 对要显示出本觉的庙里 好 始觉的什么 始觉庙字在前面讲 始觉庙字要为密观照本觉的庙里 他要依什么 依正义佛性所起的什么 对啊 所以说始觉的庙字就是所谓的了应佛性 知道吗 那有人说老师 你跟他说正义佛性 了应佛性 那原因佛性的注意 原因佛性 好现在呢 你们现在翻到前面二十二月 注意 有人在这一百五十二月是本月 有人在这的探究 你翻到这个二十二月 那二十二月要注意 因为呢 这个原因佛性要注意 好现在我们看 好这个原因佛性 看到这个二十三月 二十三月的这个第二行 因为呢原因 原因佛性 必须要借着善心的开发 注意这个善心的开发 必须要选根植入 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 在人眼睛里面的关心 不是耳根源通 然后呢从文会 诗会 诗会 修会 来入于山谋地 山谋地就是三昧 就是镇定 注意哦 从文会 诗会 修会 入于山谋地 这个是属于出世的善法 出世的善法 就是所谓的原因佛性 然后呢 然后行 而后行 是要一圆解 起 起行 起圆形 你就注意哦 这个我们若是不圆解 你没法圆修 更谈不上 圆正 要注意 要注意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圆一佛性 也是会之定 就是会之定 好了 现在我们再翻到152页 好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个 为了要显示本觉之庙里 所取的这个始觉庙字 这个始觉庙字 这个始觉庙字 你看这个字 本不离于我们的六根 这个始觉的庙字 对不对 因为他要去入本觉庙里的时候 这个庙字 本是不离于我们的六根性 对不对 所以奇光谎耀 就是说 这个面门放光奇光谎耀 就是指他这个光明 极其圣貌 极其圣之貌 注意 这一个光明 其实也是指智慧 智慧 好 比如百千日之光 因为一日在空 已经是光照无语了 对不对 何况就是百千日呢 这个就是用语来表现出我们自信之光明 就是说我们自信的本觉之智 他是怎么样 他是灰天见地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自信 对不对 他是灵光独药 囧通根层的 意思是这样 是光就是自信之光 非是只有佛独有 一切的众生皆是本具 皆有 这个有的就是本具 非佛独有 一切众生皆是本具 迷之 则 好像遗失 虽然本不遗失 我们的真心真心哪里会遗失 就即使在迷之时 你的真心真心也没有被灭掉 只是隐而不显而已 所以说 众生本具的这一个灵光独药 窘脱根层的这个自信之光明的 自信之智慧啊 迷之的话就好像失去一样 那你悟呢 他则 当下就显露 对不对 所以呢 在灵记一选禅师呢 他曾经歧视过 一个祭颂 他说呢 有一位五位是真人啊 他在辱诸人的六根门头 放光洞地 注意这个放光洞地的意思就是 灵光独药 窘脱根层的意思啊 不以根层为伴侣 不被根层守戏服 他是灵光独药的 对不对 所以说诸人为证据者 这个地方要注意 千万不要错觉 这个大禅师的这个用意 好 他是说呢 诸人为证据者 就是说 若是尚未有所正量 看看 注意这看 这看天哪给他动 这是肉眼之看 那那实在是有够修了 对不对 这看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根性的这个妙用 这个六根门头放光洞地 窘头跟着灵光独药的 这一个本不生本不灭的 这个根性的妙用啊 他是怎么样 他是不离于我们 当下的这一念信心 这一念信心就是什么 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 看 看 也许可以说 禅止是在禅 意思是这样 所以说呢 灵济禅师 真可谓是生得如来 面门放光的妖子 注意 所以你如果自己 你会说 我得白痴黑痴我都看有 我都自己丹妻 看就好看 你只吃你要怎么看 有啊 他有讲看看这两个字 你如果有的 看人 看不了 有意理的 看一看 就这个越少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注意 这个看 看的就在心顺上下功夫 就是说若上位有正量者 对不对 你必须要了悟 我们这个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的这个灵光度 要窘脱跟成的这个本不生本不灭的这个根性 本是不履于我们当下的这一念的心情 讲当下其实也是不究竟 你不说当下没有你怎么举例 对不对 什么叫做当下 然后没有什么叫做当下 对不对 好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152月 我现在已经讲到第几行了 现在要进入第六行 我先请经文 普佛世界六种震动 如是十方为成国土 一时开现 这个普佛世界就是普遍十方的诸佛世界 也可以讲就是十方的佛刺 对不对 这个是无比的殊胜 那无比的殊胜 接下来讲到这个六种震动 这个有的是以行来讲 一个是以身来讲 这个就是动、其、勇 这三种是属于行 然后这个正、吼、吉 这个三种是属于身 正式表显出 我们六根处之妄是即将破 即将破 因为它就没实体 它要是有实体你怎么破它 对不对 就是即将显示 六处的妄是即将被破 所以说这个六种震动 这个微尘是指虚空当中的微尘 你们告诉我 这个设法最小的单位是什么尘 灵虚尘可不可以分析 我还差点 只有幼尘 灵虚尘能不能再被分析 何虚空能不能合成灵虚尘 灵虚尘能不能分析入于虚空 这样有的人说不行 你把这都在看右边 对不对 然后我说这个虚空能不能合成灵虚尘 现在看左边 左右边都在灵虚尘 所以也要灵虚尘 注意你要注意 自己在心性上自己要做主 好所以说 微尘是虚空中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颗粒微尘 这个是比喻怎么样 这个尘是比喻 国土之众多的义尸 因为六四未破 对不对 所以当众生 那中日向外攀岩六成的时候 那么就会自闭你自己的亲近自信 对不对 好那所以常处于暗明 那么所以无量之至尽 注意 你不要看到这个至尽 你觉得老师 这个至为什么还是属于境界不对 他这个意思是说 无量之所显的智慧之境 对不对 意思是这样 皆不能陷 对不对 所以说 今为了要表显六四将被破除 所以说 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不陌生 我们讲过恩赐 契一切的生命心 就是说 然后守正常的根性 恒光恒 常光恒陷陷 注意 这个地方 就是要在我们人眼间的七百四十二页 表姐的一百零四页 马上写下来 不然的话 让你再找到 去生命 注意 去生命的死心 还有这个妄程 意思是这样 意思是这样 守住你的常住的根性 你守住你的正常之性 就是因为我们的根性是本不生本不灭 所以说 常光恒陷陷陷陷陷陷陷 h 皆可以一时的开线,这个地方你要注意 为什么你守住根性 根性显露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微神术的国土皆可以一时开线 这一段的究竟毅离,世尊要我们明白什么 要我们明白什么,我看我老人家无问自收合 你这个藏光线前,你画一个箭头到上面空白之处 因为我们的根性,我们本不生本部的根性 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宇宙万华是不是都是微心线 所以说我们的藏性,我们的根性可以骗容诸法 唯一是真心所线 所以说当你藏光横线前之时,微神术的这个国土皆可一时开线 对不对,所以说要注意 就是所谓的法解释怎么样 就是我们的真心真心所线 就是微心线 但是要注意,微是所变 这个以后有因缘,我们会探究 在这个大圣起信论当中,所以说微神术的国土,为什么可以一时开线 为什么 你这个一定要,自己要会讲 这样打过而已 所以此事 人或会怀疑 而且呢 爱克斯光 那个爱克斯光镜 这就是德国的物理学家所发明的啦,对不对 好 虽然 隔着我们的衣物,但是皮肤身中所有的五脏六腑皆无不可见 意思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对不对 从来没有照过 X光镜的,请举手一下 正确答案 所以说何以之有呢 你又何必这么怀疑呢 你那个 X光 就可以造出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同一单来是这个是这个是比喻啦 我们的根性 我们的这一个如来叫妙真如性 相应在众生六根门头 对不对 所显示出来的 长光线线 就可以更能够证明 万法都是违心线 都是违心所线 那这个地方我必须还要再强调说明 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提示过 西方极乐世界 不可以少善跟福的因缘得生彼果 这个极乐世界是极其殊胜无比的 是极其殊胜无比的 这个法杖比丘在 总共经过五大决 对不对 他遍寻也是遍律所有的 这一个佛杀世界 才能够得到 这一个正的这个四十八愿 来度众生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四项的极乐世界 这个极乐世界 你一定是要注意 这个是你心性 你心性所显示出来的 这个极乐世界 你才可以用你的心性 跟 极乐世界 去相应 极乐世界是绝对有 但是他并不是 事项上的极乐世界 事项上的就是像说 这个 十万亿佛图 就是有像有一个建筑物 这个是成为极乐世界 你千万不要有这种 错误的相反 这个极乐世界是心性转换工程 完全是我们自信心性所显示出来的极其殊胜的 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度众生的一个极乐世界 你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这个不是指事项上的极乐世界 这个是指心性上所显示的极乐世界 对不对 你心性一转换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讲 这个六根的根性 你心性一转换 你的频率所显示出来的 才可以与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的起相应 所以要注意 极乐世界是确实有 但是并不是指事项的佛刹 事项知道没有 一定要注意 他是指心性 极其殊胜的心性 所显示出来的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度众生的世界 或者佛刹世界 对不对 你们要注意 有人就讲说 这个极乐世界 对不对 那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知道没有 这个就是基本的概念 一定要注意 所以 你在念佛 你在持佛号的时候注意 你是要持佛的心性 跟你的清净自信 要相应 对不对 一念佛号要与佛的心性相应 所以说念念佛 是念念相应 知道没有 你要有那个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意思就是说 你念念当中没有杂念 都是 清净念 清净念那当然是 唯有我们六根的根性才可以显示出来 对不对 你中长一句佛号 以念的清净心 那当然 阿弥陀佛就以你的自信 对不对 你自信的弥陀佛 跟48元度众生的阿弥陀佛 是不是都是相应 对不对 你要千万记住 所以你假如说以念佛 就是念出佛号的音声 告诉你 你太对不起你自己的自信佛了 对不对 你念佛号不是念出那个树木字 不是执着于那个树木字 你假如执着那个树木字 而没有念出你的自信佛 对不对 佛佛道童 那老师告诉你 你念佛时代 跟主菩萨生效 因为你现在说我今天念两万份 我今天念四万份 就问旁边的同战道友 你自己念多少份 他说没有了 我自己念一份 我说他那个一份是什么份 对 自信佛 对不对 你如果跟他说 哎呦 你只念一份而已 你自己有到没有精进 我念两万份 我就不敢说 你念两万份是灰呼呼 灰呼的 蓬蓬烟不扎死 你没有念出佛的心境 你用你的自信佛念出佛的心境 那岂有不与阿弥陀佛相应 是不是 你要搞清楚啊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我们再看 好 所以说 我们 对于 这一个 我们的根性 整日 都是在我们的面门放光 你是否已经能够了悟 已经能够了悟 对不对 你假如用你的根性面对六成 我告诉你 你渐渐的会怎么样 会功夫成片 不被外成所欺负 对不对 你可以被成合绝 你假如都是用六四忘心 我告诉你 那你就是被绝合成了 所以要注意要善用你的根性 善用你的根性 接下来我们看152页 倒数第2行 佛之微神 令诸世界合成一界 注意哦 诸世界合成一界 因为有忘事 众生执 我执跟法执 执我执法 有我执跟法执的意思 你有我执 那一定是有 自他之分嘛 对不对 那么一切世界 本是不相隔 却是成为相隔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自信 清净性当中 对不对 对不对 其有分 自他 还有这个一世界跟他世界 为什么 因为 在以一报冠军来讲 对不对 他是讲诚信 诚信本空 是必经空性 以有情界来讲 众生本具佛性 心 佛众生三无差别 所以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你假如还有一个自他之分 此世界他世界之分 那就是彼此有所隔月 如今 藏佛之威神之力 来破妄事 显根性 那么 会千差万别之相归 如来藏妙真如性 有人说 老师 那个会相归性 是要安装会相归性 我跟你说 千差万别的相 是不是 心所限 对不对 你放下你那个执着 放下那个骗记守直 法法都是必经空性 对不对 那你都是心所限 对不对 那我们的真心真性 是宇宙万法所义之体 所以说可以会 千差万别之相 归于我们的主来藏妙真如性 对不对 所以无边的刹土 注意无边刹土 你旁边再加上这四个字 十四古今 对不对 古今跟无边的刹土 至他本来就不可以好端 无边刹土 跟至他不可以好端 好像很难做得到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对不对 你只要了悟这三个字 无所住 无所住 那哪里有至他之别 哪里有此刹土跟他刹土之隔阂 对不对 无所住而生其心注意 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 你无所住 你离恋离相无所住的那个当下 生其心就是说你湛然极净 的心境 他自然会显露 这个称为生其心 不是说还有什么心可以生出来 要注意无所住而生其心 对不对 他我们六子大师所开示的对不对 何谨自信 何谨自信 能生万法 对不对 所以说 只要你无所住 那当然你清净心自然显露 所以 融合为一体 那就是所谓的一真法界 一真 这个一是绝代 是绝代 不是一二三四的真 不是一二三四的一 一真法就是法法皆真 法法皆如 既然法法 都是安住在 避尽空性的本位 对不对 而且呢 众生 你本来就离恋离相无所住 这个相是你心中所知之相 不是指外面 你所见到的这个相 不是你六是所见的这个六成之相 一定要注意 六成的外相好离 你心中所骗迹所持的那个相 尤其是你那个成吟 是最为性 非常难理 要注意这个后面我们马上会讲到了 其世界中所有一切 诸大菩萨 六宽人类大菩萨不 接住本国 合掌 成廷 注意 这个诸大菩萨都是 注持于本地的风光 注意 注持本地的风光 就是说已经 去入如来藏妙真如性 对不对 已经悟到 法性 对不对 已经悟到佛性 对不对 这个就称为 注持本地的风光 而得以全体的造用 而得以全体的造用 对不对 法本无法 法法都是安住在必经空间的本位 我们赞燃极尽的心性 就是在我们六根门头里面 这个胸头根层灵光毒药 这一个本不生本不媚 这个心性 即得以全体的造用 就是一体奇妙用的意识 所以 顾得 新闻 动开 注意这个新闻 是指星性 所以 星性 能够动开 可以 骗咒法界 心性动开 那当然就是 所谓的大侧大物的圣者 对不对 他们都是以本不生本不媚的根性 来面对宇宙万法 来面对有情界跟无情界 所以是骗咒杀界 好 那么正显得 我们的根性 我们的根性是如如不动的 对不对 那我们的成性 是不是必经空性 在这边显得根性跟成性 指的 就是指 我们的佛性 跟法性 有情界 指的是指佛性 无情界 指的是指法性 所以说 以一切诸法 皆是 不动周远罪 不动周远罪 如如不动 骗咒法界 我们的如来赞妙正诸心 我们在华言经讲的是一真法界 对不对 对不对 零骗经所讲的是什么 如来赞妙正诸心 对不对 一切诸法皆是如如不动周远罪皆本 好 念出来 那我假如说这个 如来赞宗 这个赞宗指的是指什么 礼句的什么 礼句的什么 对啦 好那就假如讲本如来赞妙正诸心 指的是指什么 五蕴 还有什么 对啦 很好 好 非常好 但是 要从心性当中 我从心性当中 契入 本如来赞妙正诸心 那么一切众生 本之具足有此光 这个光指的是自信之光 知道没 一切众生本来就具足有 此光 这个此光指的就是自 本如来赞妙正诸心的意思 但是这个众生虽然是本具 但是却是 明媚 而不知 所以说 迷失真 而执着与妄 就是迷失了众生本具的正经正经 那却是妄直 这个六是妄心 所以说 内为六根所局限 对不对 那外是为六成 所遮障 对不对 那中间是什么 顾的意思 这个顾意思就是说 就是 被束缚住了 被束缚住了 被妄事所困住了 他没有办法 这个妙性现前 所以说 故于众生世间 妄生 残伏 就是所谓的隔疼 就是所谓的被绝合成 以至于 这个去世间 不能超越 对不对 你怎么能够超越去世间 对不对 那也是六根所局限 对不对 外被六成所遮障 中间是被六是所困住 所怎么样 无法度 怎么样 令根性现前 所以说以至于 气世间不能超越 为什么气世间不能超越 因为你认为 怎么样 一霸环境是确实有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气世间 为什么 你不了知 法法是微信线 对不对 你外面的气世间 外界的气世间 也是我们的心性 随人所限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以至于 没有办法来超越气世间 所以 至他 相隔 对不对 还有 此世界 他世界 就是所谓的震报 跟仪报 彼此 都有隔阂 所以说 这个 建文攻略 对这个地方要注意 以至于 以至于 以至于你的建性 文性 就所谓的六根训 对不对 他的这个妙功能 怎么样 烈 这个烈就所谓的被遮障了 以至于建性文性等等的妙性 都被遮障了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超越气世间 就表示你认为六层境界是有的 法法都是可得的 你不晓得法法都是唯心性 而且我们湛然极尽的心性 都是在我们的面门 对不对 终日放光 终日放光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常观 恒常本不生本不昧的智慧现前的 对不对 你用六是在面对六层 你不是用根性 要就是根性面对层性 那当然了之无所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若众生肯舍生魅的往事心 用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 那么就可以脱连内伏 这个地方有时候有个人说 老师 这个也是很精彩 对啦 很精彩 你就不知道 这一个法文的出处 在708月表解102 好 所以说可以脱连内伏 一旦 福归于原真 就是一旦 福归于我们本源的真心真性 那么你发本文要就是说你真心真性 被开采出来之后 那自可与诸大菩萨把手共行 注意 这个把手共行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站在心性上来论 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的 所以说成为诸与诸大菩萨把手共行 那么你同一鼻孔初纪 对不对 注意 都是根性在作用 根性是常住 他是本不生本不昧的 同一个鼻孔初纪 这边指的是同一个根性 同一个佛性 同一个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 在作用 在这个地方 这一段当中 应该是不难 不难 现在我们注意 世尊要来开显出什么 真本跟妄本 有人会认为说老师 妄心不是不时代体性 不是 世尊在这一段当中 他就是要来开显出 你要众生来了悟 什么是称为真本 什么是称为妄本 此因当机 当机就是我们的阿难尊者 因为阿难尊者 他要请世尊来开释 什么他路 因为阿难尊者 他想要 想要去找出来 真如实际的理体之处 阿难尊者 他想要 世尊开释 真心真性在何处的意思 所以呢 佛 开释恶本 以 直直 直直 真心之实际 真心之就是真心真性 所在之处 对不对 意思是这样 只是我们能言间的要职业 对不对 因为一切众生 通常知识 放尔众生 就是一切的众生 因为不知 以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 来修行而言 所以我们称它放尔凡夫 那么自从无始绝来 根本不绝以来 他迷失了真心真性 而忘旨与忘事 所以呢 他们被绝合成 合成这个合成的意思就是攀岩于外六成 无我既我的 本是无我的 法法本自无我 这个我 不是只是只有子你我他的那个我 也是指法 本无我 意思都是说没有一个实在的体性 这个在金刚经上都讲得很清楚 法无我 无我法 要注意 本无我 却是指索有我 本 非法即法 就是法法本不生 但是众生却是 既之以心外有法可得 也许是这样 所以呢 与我执 与我执跟法执起种种的颠倒分别 为什么是这么颠倒 本无我 本无我 借此有我 对不对 法法本之不生 他就借此心外有法可得 那这个不是颠倒是什么 所以说 我以我法之种种颠倒 其骗去守着之分别 此是属于祸 他这个是属于祸之道 就是祸 那么呢 依祸而造业 以造业所熏成的种子 名为什么 没有叶种 那叶种是为将来之因 将来什么 以将来轮转之因 这个种就是因的意思 此是属于业道 所以说是这个祸道 叶种跟叶道 这个大家都不陌生 这个不难 那自然这两个字呢 那是怎么 只是指你依祸造业 对不对 是为因 你依祸造业 那有了业种子之后 那当然你自然会随什么 随业去轮转 所以轮转自然会感得有生死之果报 来为一定之理 这个是不可改宜的 这是不可改宜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那么呢 我们接下来你看这个 意 意含有就是说你 一定要遭受苦果 为什么 你依祸来造业 依业来受报 敢得生死果报 这个是一定之理 这是不可改宜的 不可改变的 如是因如是果 如是报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意就是含 你一定会遭受苦果 为什么 随业 怎么样 受报 对不对 好那所以说这个是属于什么道 大声一点 定召苦果 这个是属于什么道 所以刚才已经有讲过祸道 那现在你要知道什么是称为苦道 所以祸 与苦 伤不相 不相舍离 像例如恶茶巨 恶茶巨就是一种植物 他呢 这个 一怎么样 一生出来之后 他就有这个伤 就是说 一花三地连在一起 不分离的 这个称为恶茶巨 这个 这个就是从 西域他一种 果实的这个 的名字 在灌顶书当中 他又称为是 县灌 主 因为他的 一地 他有三国 一定有三国 而且说同聚而生 不相舍离的 对不对 所以说 祸与苦 这三道就是相似于 这一个 这个恶茶巨 所以用如此来比喻之 接下来我们再取经文 诸修行人 不能得成 无上菩提 乃至别成 身闻 圆绝 即成外道 诸天魔王 即魔眷属 那这个 这个段 是不难 诸修行人 这个就是 乃是 指什么 只是 依忘死心 为他的 本修因的 错乱来修行 注意哦 这边的诸修行人 不是指圣者 乃是别子 亦忘死心 为他的本修因 错乱修行者的这个修行人 凡夫呢 起祸造业 轮回与生死 故是可怜 重令有志要修行者 果 亦造与取 为什么 因不正 他不是用本不生本不灭的因地心 他不是用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 当做因地心来修行 对不对 他就是像煮沙乘犯一样 对不对 杀不是犯的因 对不对 所以说 果报亦造与去 因不正当然果造与去 依为可怜悯 但是果呢 乃是由因所感召 因地之时 以生命心为他的本秀因 所以他求佛圣之 不生不灭的无有是处 对不对 你用生命心 你用妄事心为本秀因 你要求得 究竟以佛圣的本不生本不灭之果绝 那是无有是处的 故曰不能够得成无上菩提 这个菩提就绝道了 三圣皆有 三圣皆有 为佛是无上菩提 无上 那就是所谓的究竟果绝的佛道 乃至于不但不能够得成无上菩提 乃至于别成什么 身闻缘觉 这个地方就乃至于超越了 超越了菩萨 这个是由因说 不但非但不能够得成无上的菩提 而也不能够得成 实教的菩萨 要注意 不是只有全教菩萨 他这个不能够得成实教菩萨 因为你是用六四望心在修行 用生生妹妹的六四望心 怎么能够得到本不生本不妹的究竟果位 所以说他不能够得成实教菩萨 乃至于别成什么 成为一个身闻的圆觉 对不对 圆觉指的是彼之佛 对不对 这个圆觉有两种 一个是出生在佛世 一个是出生在无佛之世 所以说这个身闻 他是听闻世尊开释的四地方 对不对 那么圆觉 假如是他是有在有佛注释的话 那他是听闻世尊开释的十二因缘法 而悟道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他的前面已经全是过了 他是属于小生 只是但是破我之而已 而正的我空之理 所以他们是属于偏空捏盘 是属于偏空捏盘 只有正到我空 所以说虽然别成 他这个地方有强 不但不能够得成无上菩提 是别成身闻圆觉 为什么呢 只但是一个出生的小圣而已 出世 出世的一个小圣而已 所以说虽然已经断了分断绳势 但是也是属于有小意 不至于堕落在上二道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我空 他只是破我空之理 必须要我法二子都破 不过见识或破 才能够出三界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看到一百五十五页的第二行 甚至于更有物之圣者 意思就是说迷雾至圣的 他迷失的自己本有的真见真信 而有心于道外 注意就是游心 游心于什么 游心就是这个 这个攀附之心攀怨之心 仍然是怎么样 在于菩提道之外 游心于道外 就是无上于菩提道之外 意思就是说被觉合成的意思 所以而成为外道 一定要注意 外道跟这个凡夫最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外道他是怎么样 他是兼职断媚论 否断因果毁谤散报 这个是外道 然后生于无想天的外造天 有没有 一个无想 一个修无想定 所以就是生于无想天 无想天是属于外道天 所以说报尽之后必遭什么 要小心这四个字 要小心这四个字 或者你修有肉戒之善法 例如事无量心 事无量心知道吗 念出来 对不对 好那么世间禅定 就是说厌然心静 就是说要厌离什么 厌离有这个色神 所以想要趋向于净土 于厌有趋空者 厌有趋空者 对不对 这个是厌然心静 对不对 好那么一个是厌有趋空 对不对 这个诸天 我们已经讲到了 对不对 空无边处地 寿无边处地 无所有想处地 非想非非想处地 这个是空天 对不对 世间禅定 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一旦报尽 还来 再散入于柱去 所以说这边所讲的都是说不究竟的意思 或者是贪着于五欲之境 五欲是什么 五欲是什么 财色 对啦 有的是如公如大 很好 而脑害了正修之人 那么为之为魔罗 魔罗 就是贪着五欲之境 而来脑害这些正修之人 我们称之为魔罗 魔罗就是所谓的杀者 因为他能够杀害众生的法生会命 尤其是这个 一般我们所称的魔罗 对不对 因为他不喜欢见众生 开采出他的法生会命 对不对 他喜欢什么 喜欢见众生成为他的魔女魔孙的意思 所以说上品我们称为魔网 中品就是魔名 下品是为魔女 这个都是属于魔罗的眷属 所以一旦报警之后 必是堕于山徒之苦去 要注意 这个文字都不难 然后接由 我们看这一个经文 接由不知两种根本 错乱修习 犹如主煞玉成家传 众今成觉 凶不能得 这个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这个就是呢 种出其应有 什么叫做种出其应有 不但不能够得成无上的菩提 乃至于别层生物圆绝 甚至于成了外道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以上泛泛凡夫 都因为无有正知而造业 故不必再详论 但是诸修行人本来就是期待能够得成无上菩提的道果 但是呢 有的却是中途或者是停之以化成 这些法法经里面 大家都绝对不陌生 对不对 或是生于天界 甚至于误入于某道的外道 本来是求生 反而多 其应何在呢 皆是由于不知这两种的根本 而错乱修习之故也 二本 二本指的就是真本跟万本 这个不知者就是说 一要是以妄心的角度来诠释 一个是以真心的角度来诠释 这个妄心 注意 本无实体而错认 而错认妄是为真心真心 对不对 那么呢 这一个妄是他非是真心真心 但是他以不知道没有证件的来讲 他却认为是真心真心 就是非心是心 这个是此属以万本 为什么是心呢 因为他将妄心当作真心 对不对 本来他不是真心真心 那就是世心 史实属以万本 那就是我们本科所说的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判究的 无始生始的根本 就是上文普判错认科 注意这个上文普判错认科 这个是出现在103页 你旁边把它注明103 103页里面呢 他是错认妄心是为真心真心 103 这个是上文 有的不叫做上文 好,你们现在翻到103页 有的不曉得说 老师那些上文指的是什么 好,103你慢慢翻 但是这个本页要注意 本页要注意 好,103页翻到了没有 有人说,老师我翻到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好,这上文普判五刃科 有没有,103页的倒数这个经文 经文旁边右边有没有一个子二 普判众生误认有没有 就是在这一段 这个以后我们也会探究到 有因缘我们也探究到 但是你给他注明一个103页 103页 好,在上文普判这个误认科当中 所说的这个妄想 那么呢也是我们即将要探究的 这个以下的这个经文跟诠释里面 所谓的,所谓的有所说的 现前的曾经是虚妄像之想事也 所以他这个就是在这个前境 就是现前的曾经 虚妄像之想 所以你这个旁边给他注明 166页的第五行 166页的第五行 那我们刚才还讲的是妄讯 对不对 好,那现在我们要来讲真心 众生本有 而迷背 迷背意思就是说 就是怎么样啊 相承 但是是背诀,所以称为迷背 所以说我们的真见真性 本之不失 但是却好像失去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是隐而不显的嘛 所以说非失是失 好,那所以说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翻到156页 这一句指的是指真本 是指真本 这个就是指我们的真心真性才是我们的真本 也就是本科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究的这一颗所说的 好,无始菩提涅盘注意 无始菩提涅盘 本来是清净体 也是我们上文所讲的我们的常住的真心 所以说什么是称为无始的菩提涅盘 他本来是清净之体 指的是什么 就是指我们常住的真心真心 这个性进明体 以下的经文上面 全是我们所说的妙进明心 这个后面都会讲到 妙进明心 我们会讲到 好,那么呢 什么称为错乱修行呢 就是说因为迷失了真心真性 任妄事为真心真性 所以说以妄事 勿以为他是我们的真心真性 所以独无修与妄事也 那就是以妄事 以生命心当作是修行的本因 所以这个就是独无修与妄事也 犹如主杀欲成家传 为什么因为杀不是家传之因 所以说这个是比喻什么 比喻错乱修行 是他因于意什么 意事心 事心是妄本 所以他不暗 不暗就是不能够了悟 根性才是真本 所以这个地方注意 意事心 他是妄本 那根性那才是真本 所以这个地方注意 他错认了 他是错认了 好 事心非是菩提之正因 事因非是菩提道之正因 犹如主杀欲成家传 那这个家传就是好的菜肴 那杀非是犯之本因 纵然经过成典结 那组织也只能够名为什么热杀而已 是不是 终不能够成为犯 为什么因为热杀不是犯的因 所以说错用因心 错用了因地心 也是如是 为什么 我们因地心在我们面门放光动地 那个是我们的六根性 对不对 你要用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为本秀因 而不是用你的六四望心来当作是修行的本因 对不对 这个不要错认 所以说众今成典结 修之中不能够得逞无上之菩提 为什么错用心 错用了因地心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真就是问 事就是权事 恶本之明体就是真本跟妄本 好 那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经文 我现在已经讲到156月的倒数第六行 云和二种 阿南 一则 无始生始根本 好 然后呢 你们现在看 这个157月第四行 二则什么念出来 好 那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156月 好 云和二种 阿南 一则无始生始根本 则辱今则 与诸众生 用攀缘心为自行者 好 那现在我们为了要这个了悟 所以说你不要有这个断层 那二则是什么 二则就是无始 菩提涅槃 我现在先讲157月的第四行 缘清净体 本来它是清净体 无始的菩提涅槃它是清净体 则辱今则 事尽元明 能生诸元 元首余则 要注意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讲这两段 为什么 因为这两段不能够把它分前后 前后的话你们会有断层的现象 尤其是那个士君元明 能生诸元元首余则 对这个地方 里面那个元首余则 你现在把它标明160页第四行 这个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老师要从这个忘术飞行开始 这个有这基本的 最基本的义理 你不能够不明 那现在你在看士君元明 这个经文上面有那个士君元明 士君元明你这边要标明158月的倒数第三行 对那什么称为能生诸元 这个就是159月的倒数第五行 对你们都一定要把它标示出来 或者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名项 你光是在找 你一定是找不到 所以为什么老师当然就鼓励了 您这个通常你自己在精进的时候 你不要嫌麻烦甚至于攜带 有时候是麻烦这个很重要 你认为这个经典很重吗 我告诉你 他假如是黄金的话 你还会嫌他太轻 对不对 你假如说你这个是了脱生死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potspot 我告诉你 你说多来基本 那个是怎么样 那正是我所求的 所以说众生这个心态 所以说有人说末法时期 众生难度 我跟你说 要稍微改一下 众生不是难度而已 难惹啊 难惹 你听不懂 你要他了做生死 他认为怎么样 我这样就好了 我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说要注意 那么你要注意 在这个无死生死根本 现在你们看156页 老师必须要让你们先做功课 因为有的我知道 我们在做诸位居士 有的他自己在精进的时候他都会用他自己的笔记做一本小小的这个字典 无死生死根本 老师跟你讲 就是在556页的第一行就会出现了 有没有看到群世文一则无死生死根本有没有 所以156页第一行就找到了 还有语遇诸众生 对不对 用盘云新闻自信者 这个出现在哪里 156月的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第五行都有 对不对 都是在诠释 都是在诠释 还有刚才你们已经试经原名 有没有记名 在经典上试经原名 有没有看到158页的盗主第三行 对 所以你自己在这个忘事无处的 在探究的时候 你必须这几个名项 你必须要先了字 你不要急 为什么试经他本来就是一个精明体呢 那么这个试经指的是阿赖也是 是阿赖也是的本体 阿赖也是不是说他有他的体型 不是他有本体 而是站在阿赖也是的来讲 阿赖也是没有实在体型 阿赖也是实以如来藏体为体 千万要记住 所以他这个试经指的是指 阿赖也是的 也可以讲是假如每一试都有试分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试经是指致正分 而是指阿赖也是指体 他本来是亲近体的 所以说我们讲试经是种名 而我们讲六经 有没有 静经文静常见秀经那个是别名 这个是在阿赖也是的体上来论的 所以你们不要这个记错了 还有你现在要注意 这个菩提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157页里面 好我们这段经文旁边小字的 这个第二行 菩提有三 好再看倒数第二行 捏盘也是有三 好那这个呢 我们在表解当中 我们都会诠释 这个下个礼拜 老师会将这个我们的这个表解 还有我们的诠释文当中的相对 跟大家一起来探究 菩提有三 菩提就称为绝道 有三 有哪三种 那涅槃也有三 有哪三种 你必须要像这一个 所谓的这个名相 先把它搞清楚 不然的话 为什么五十菩提涅槃是亲近体 你没有办法弃入 这样知道了没有 所以说尤其是下个礼拜 我们要探究到 能生朱元元首遗者 为什么是元首遗者呢 今天我们只是探究到 这个段落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来探究 这个法医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只是上到暂时 在一百五十七月 一百五十六月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回向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灵花为父母 上品灵花为父母 化开见佛物无身 化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我们下旁边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